意大利新规,下月起除必需品店外,几乎所有店铺均需绿色通行证。 1月18日,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再次颁布了DPCM总理法令,更新和说明了新的防疫规则。 首先,新的DPCM对需要持绿色通行证进入的场所,进行了细分,从1月20日起,身体护理相关的店铺,将开始强制要求顾客持有绿色通行证,包含基础版绿色通行证或超级绿色通行证。 从2月1日起,在室内公共场所中,仅综合食品店、宠物用品店、儿童用品店、药店、售衣店、超市食品店、肉店、眼镜店、个人护理用品店、燃料店等必需品场所外,其他店铺都必须要求顾客持有至少基础版绿色通行证。 如果是有超市的大型购物中心,那么没有绿色通行证者将只能前往超市,而不得进入购物中心内的其他商店。 露天场所无需绿色通行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封锁期间被列为必需品店的烟草店,从2月1日起,也将需要至少基础版绿色通行证才能入内。 没有绿通者可以在烟草店的室外自动售货机上购买烟草制品。 此外,封锁期间同样被认为是必需品的杂志、文具店、书店等商店,2月1日起被要求使用绿色通行证才能进入。 新规规定绿色通行证的有效期也将进一步缩短,接种2剂或3剂疫苗后,原有效期为1年的绿色通行证,从2月1日起该绿通有效期将进一步缩短至6个月。 对于已经下载了绿色通行证的市民,有效期也将随之改变,但无需再次下载绿色通行证,应用程序会自动识别绿通有效期的变化,街边打广告也可以税收抵免。 2022年广告讲进来了,企业的经济下滑也同样影响到了广告市场,特别是实体的道路广告投放。 政府颁布最新的预算法中,以2000万欧元的预算,以税收抵免的形式为广告市场提供援助。 不少华人在意大利也投放道路广告,如果在去年就开始投放广告的街友,今年的广告就将有税收抵免的优惠,它将直接授予给广告所有者或者个人。 这个广告奖金适用于投放1.张贴类的商业海报,2.其他类似商业性质的广告装置,3.类型为发光版或者图像投影的用作广告目的的图像。 税务局也已经传达了奖金使用的程序,可在2022年2月10日、3月10日期间,通过税务局网站上传去年已支付的广告金额来申请。 税收抵免按照2021年支付费用的比例来确认,金额对应不超过6个月支付的费用。 但是如果超过6个月,则需要用一个新的公式来计算费用。 也就是说,如果支付广告的时间少于6个月,那税人需要计算全部已支付的金额。 如果多于6个月,那税人必须将支付的全部金额除以月数,最后将结果乘以6。 计算完数字后告知税务局。 税收抵免的最高金额等于2021年所计算出6个月的费用税务局百分比。 具体将在2022年3月21日之前宣布。 另外,为鼓励恢复在公共区域的广告市场,优惠也将适用于延迟支付2021年广告投放费用的用户。 但前提是需要缴纳完利息和罚金,然后可以做税收抵免。 第四季到底该不该打? 加强剂过多,疫苗会失效。 近日,欧洲药品管理局伊玛的代表德欧盟针对新冠疫苗接种战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第四季只因考虑用于最脆弱的公民,而尚未考虑对其他人群,把第四季作为第二次加强剂的使用。 伊玛疫苗接种战略负责人,抗击新冠工作主管Marco Kovallari在评论欧洲的流行病学数据时表示, 病例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Omicron变体的迅速传播。 虽然Omicron变体已被证实,具有逃避疫苗接种所保障的免疫反应能力, 但目前批准的抗新冠疫苗仍然可以继续提供相当大的保护, 避免住院和更严重形式的疾病,尤其是在注射加强剂后。 但如果注射超过3剂剂量的疫苗,并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重复注射加强剂, 可能反而会导致每次给药产生的抗体减少。 这是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时间,因此可能会出现与希望效果不一致的结果。 因此,伊马对普通人群接种第四季持怀疑态度。